手套股科技股全部下跌 银行股持运向上 下半年要炒银行股了吗 现在是比较尴尬 之前讲手套 后边想讲讲科技 但是不给机会啊 那就什么股账讲什么呗 今天我们讲银行股专题啊 如果说你也有大把的银行股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从最近银行股的走势来看 确实是比其他碗块要强势的 为什么现在银行股起了 银行股的向上到底是短线的 还是真的要起大牛市 如果说你也非常想知道这些问题的话 一定要听到最后哦 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建议先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身边有投资银行股的这些股友们呢 可以分享这个视频给他 很多人可能误认为银行股要大账 结果可能不熟 我们还是要简单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手套吧 要不然总感觉很多人 对吧 不舒服啊 或者不踏实 对吧 手套呢 今天又在跌了 然后前面我们画的一个图呢 破位了哦 破位以后 接下来 本周破位 不是最好收盘呢 说上来啊 明天还有一天 能够收在这个线上边 还是好的 下周如果说收阳线 还有希望 下周不收阳线 那就彻底就是没有希望了了 然后从日线的情况来看 嗯 实际上这边已经出现主力吸筹了啊 但是说 因为他确实没有改变 对吧 所以还是偏弱的状态 从六尔温中图来看呢 实际上还是震荡往下的走势 虽然说 哎 下边的这个 MACD指标有一点走强的迹象 但是没有上中轨啊 对我不太行 科技股今天也没有起 然后科技股也是小跌 它的情况呢 跟收套股一样 它还在强势阶段 对吧 周线这边呢 我们看它实际上还在中轨线以上 上一周呢 是突破了中轨 本周回撤中轨很正常 下周如果能够确认就很好 本周的下跌最好 别跌破阳住一半 61.44的位置 现在是61.72 从日线这边呢 就昨天收的这个阳 现在不太强是吧 连阴住一半都没到 今天呢 收了一个小的阴线 对这个呢 就不太乐观了 如果明天再不起 它就往下走了是吧 然后从下面的MACD指标来看 两条线开始收窄 然后轻柱在不断的缩短 这个也不是很好的事情 最主要的从60分钟图来看 实际上一直是震荡往下走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画一张图 实际上它一直是下降趋势 是吧 还没有改变它的下降的通道 你可以给它画个通道 大概这样画一下 对吧 到什么地方止跌 应该是可以知道的 这个我们不做详细讲解 我们来讲一讲银行这边 有投资银行股的 可以分析一下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以回复一个yes吗 因为这个银行股 很多人呢 可能是拿来做长期的是吧 但是也可能不能做长期 尤其是我跟你分析完了之后 它在月线范围实际上是出击下跪的 对吧 然后有一点起色 前面已经跌了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半年 基本上半年都在跌 是吧 除了这个月有一点起色 实际上这个月的上涨已经收复了上个月的跌幅 对吧 下边的MAC指标呢 虽然是死查状态 但是还在零周以上 所以还是可以的 而周线上呢 连续涨三个礼拜这种事情呢 就很少会出现啊 除了这种位置 还有这种位置出现 实际上从这以后呢 就没有再出现过 对吧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强势 对吧 尤其近期 你看它实际上连续涨了四天了 对吧 那这种事情是吧 在这边就已经很强势了啊 实际上是六月七号 然后是在五月三十一号 基本上这个位置就垫垫了它的基础 这边是牛头 然后上中轨回中轨 然后起来 是吧 实际上已经是在牛市当中了 如果说我们打开游龙看一下 今天已经有少量资金进来了 是吧 然后六十分钟图这边呢 在走一个上上趋势 在走三浪的主上浪 但是目前三浪主上浪有结束的征兆 因为它在整个上上过程当中 最多跌了两天啊 跌了两根是吧 这个也是两根 但是两根之后呢 这个是没有没有突破的啊 也没有过这个印住一半的 所以说显示它的弱势 明天就会验证这个中轨 中轨这个地方能撑住还有希望 撑不住呢 就会像这一样就调整了 开始进入四浪的回撤了 然后关于银行股的话 我们也简单翻一下它里边的个股 然后具体到呢 我们会在周六啊 周六我们下午会讲 然后我们看一下 引领银行股上涨的一些个股 实际上一共三十多只是吧 一共三十多只 属于金融板块的 上涨的只有十二只 就是没有超过 没有超过一半 对吧 并且涨幅超过 三八现在也就一两只 对吧 马教所是走强了 马教所为什么走强了呢 因为首相开始就是嘛 最利好的肯定就是马教所了 银行里边这个Bank Islam 它仗的是比较好的 你看资金量是比较大的 最近资金增仓比较明显 但是它起的稍微有点晚 马教所这边今天增加也比较多 看到吗 但是它整体上下降趋势没有改变 依然属于一个下降的趋势 不过它已经从原先没有吵架 到现在有吵架了 是吧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Bank这边呢 就也有启示啊 就连续这样了四天了 但是整体上 它的趋势状况 还是不乐观是吧 还是属于一个下降趋势 嗯 然后像0093啊 1066啊 这个RGB实际上一直在震荡往上走 但是非常弱 没有没有吵架对吧 大众银行这次表现的就相对比较 弱一点 对吧 因为没有了涨多人嘛 Maybank表现也是相对偏弱一点 那到底是谁在拉盘呢 实际上真正拉盘的呢 是那个CMB 当然了今天没那么起啊 我们看一下CMB吧 他今天冲告回了我是吧 然后前面这一波你看实际上 他是属于最强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风龙嘛 啊 风龙的话最近就一般吧 我们再看一看 风龙这边啊 实际上还有什么 Alliance Bank啊 是吧 很多银行 RGB啊 现在表演的也就那么几个是吧 那到底 接下来银行股有没有大机会 那我们在周六在详细的从长周期来讲一讲 哪些银行股呢 是可能会发动长期行情 哪些银行股呢 只是一个短线 实际上后边呢 国家这边会有陆续的四季马股上涨的政策 我们也拭目以待 对吧 然后从外资角度来看 实际上还是流出的 那我们本周六的话就会讲到机构操盘的中级秘诀 我想学习更多的啊 现在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八点呢 会有一个主力量能操盘交易法的实战干货课 有些朋友已经听了 有些还没有听 那想要报名这套课程的同学 扫码回复一下主力量能 一会八点就开课了 好吧 好 那我们八点见哦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